北宋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与宋太宗赵光义有很大的关系 公元979年的7月 宋军与辽军在高粱河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西之门外打了一架 原本一路势入破竹的宋军在这被打了个大败 宋太宗赵光义差点被俘 抢了个驢车才逃跑 此后的宋朝就得了孔辽症 再也不敢主动打仗 那宋军为什么败的这么惨呢 其实在开打之前 北宋和辽国的关系还算很温和 开保九年宋太祖驾崩 这一年辽国还特意派人来慰问 等太平新国二年 辽国又派了一堆人来 给宋太祖送了一批随葬品 可以说态度还算很客气了 但是这双方心里始终有一个迈不过的坎 就是幽云十六州 这个所谓的幽云十六州 就是今天河北山西境内 沿着太行山脉以南建立的十几个城镇 因为仅靠北方山系 曾经是阻挡有目民族南下的重要地理层障 后来石敬堂为了任干爹找外援 就把这个重要的地方给了弃单 从此以后 这个本该保卫中原的地区 就成了游牧民族遏制中原发展的缓冲地带 一开始宋朝很明显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 始终没有打算动手 可随着敏国和吴越国 也就是十国里面的两个国家相聚归附 赵光义就膨胀了 为了早日统一 在太平新国四年 赵光义挥石北上 干掉了十国的最后一国 也就是位于今天山西太原的北汉 当时的辽国对此反应还不算强烈 毕竟对于辽国而言 北汉只是一个南方的小国 存在价值比不上幽云石六州 但对于赵光义而言 这场胜利可不简单 说明自己年富力强 百步穿扬 打仗之国都不差 既然这样 那肯定要趁热打铁 一口气拿回北方 于是就在这年的六月份 赵光义亲自领兵继续北上 宋辽大战正式开始 一开始呢 因为辽军准备不足 宋军打得非常顺利 打到了幽州城下 双方进行工程战 到了工程战问题就来了 在赵光义的指挥下 这座城市怎么都打不下来 要知道主动打人 拼的就是闪电战 一旦拖下来就容易出问题 这边宋军攻城打不下来 那边辽军就动手了 辽景宗派援军开始 进攻宋军的后方 在夹击之下 宋军优势逐渐被耗尽 直到7月6号 大决战终于在高粮河打起来了 刚开始宋军还压得辽军喘不过气 直到傍晚 辽军的援军到了 前后反包围又是一顿夹击 宋军瞬间被打崩了 损失惨重 太宗皇帝因为和其他将领走散了 干脆独自一人乘着驢车狂雕树里 大腿还被人射中两件 高粮河之战的失败 和宋太宗本人有很大的关系 他过去一直是首都的市长 做做城市管理还算可以 打仗上去毫无经验 特别是对幽州的进攻完全没有准备 这不仅给自己争取了个高粮河车神的美名 还导致北宋失去了夺回北方重镇的机会 从此以后再也没能翻过身 再来一遍